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 受着这个时间感的影响 比方大学生 你可能会觉得 我的时间没有那么的值钱 你可能因为 你也没有挣钱 你也没有这种感知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很厉害的人 如果你是很特别的人 你就要明白 即便对你来讲 时间就是最重要的 当你越来越深刻地 体验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衡量你的人生 所以当我后来越来越明白 我就逐渐 我就想 我的时间应该放在 这样的事情上 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喜欢的人 和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就放出这三个 所以这是升级你的 时间的尺度 升级时间尺度 正所谓不谋一事者 并不可谋一时 在高校生活中 如何合理分配 读书学习 社会实践 以及交友娱乐的时间 一直是很多学子困惑 和纠结的问题 根据吴老师的分享 看来 大家要学会 以自身所长 和学习阶段的侧重点 用好宝贵的大学时光 接着我讲讲空间 空间感是这样一种东西 很多人会认为 空间谁不知道呢 我现在就在一个空间里 但是我们很多人是 做事有这个特点 觉得不撞篮前不回头 撞了南墙还不回头 就像拿自己的脑袋 深深地想把这个南墙撞开 觉得叫做偏执 当然很多人还是这样 撞一次墙 就崩一下就摊在那了 觉得自己人生无望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没有形成空间感 这个概念 所谓的空间感 其实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这条路不行 你能不能换一个 这条路不行 你能不能再换一个 人生这么长 而且这个世界这么大 人又这么多 假如你在恋爱上 你在这儿严重地受挫 你能不能再换个人呢 其实你是可以的 是不是 你有至少有七八十年的人生 你还有这么多的选择 中国就是四亿人 全球更多 然后各种各样的人生 各种各样的选择 特别是现在的时代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非常的开放 所以每个有特色的人 都可以在这个 移动互联网的世界 全球化的世界 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 这就叫做所谓的空间感 接着我们再讲讲关系感 关系感也是 就是你深刻地认识到 关系对你来讲有多重要 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你能不能很好地去感受 这个关系带给你的东西 那在中国 我觉得有个特别严重的部分 特别是我对女性 想讲的 特别对女大学生要讲的 真的是要先想明白人生 接着再结婚生孩子 不要轻易地结婚生孩子 特别是不要在大学里头 就怀孕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 对女性来讲 怀孕 分娩 养孩子 是极高的成本 不能够由你一个人来 你至少 你的伴侣 有没有跟你一起来 你们双方的家庭 又没有支持到你 那么一个比较好的社会 是一个社会 也构成了一个整个的支持体系 来支持一个妈妈 在养孩子 所以这点不要轻易去做 另外我们现在 也越来越知道这一点 这个恋爱脑有数 也可能是有问题的 因为各种各样的小说 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 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在鼓励女人 有恋爱脑 就是恋爱比什么都重要 恋爱大过天 过去的时代是可以的 而且过去的时代是这样子的 再往前推一百年 如果女人不恋爱 你不结婚 你怎么样 你连生存都没戏 如果再往两百年 你们根本就没有工作的权利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 变得很不同了 女性的受教育 女性的各种各样的部分 变得很不同 而且很多 很多关于婚姻家庭的观念 都是传统的观念 传统的观念 是建立在重男轻女之上 你必须要把自己脑袋里的 这些观念 要好好的清理清明 然后接着要想清楚了 再进入婚姻 而且在目前这个时代 都是这样子 把你自己发展好 把你的事业 把你的人生规划好 然后这个时候 你会变得很不同 你作为一个文本的 有自主意识 有自我意识的人 接着你再进入婚姻 那是很不一样 其实这叫做 你是一个成年人 如果你带着一个 满满的恋爱脑 觉得没有男人 没有恋爱 你就活不了了 意味着什么 你是个婴儿 就是一个婴儿 其实在急着 找一个大人去依靠 那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是我特别想讲的 我觉得可能在当代世界 个体大于关系 并不是说 让大家不要去构建关系 大家一定要明白 你不要活在孤独之中 孤独是最可怕的玩意 我今天不展开这一点 我想说 孤独会制造最大的黑暗 一个彻底孤独的人 他认为自己是完全黑暗的 甚至说的夸张一点 他认为自己是个魔鬼 他认为外部世界都是敌人 这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你不能活在孤独之中 孤独就会杀死你 你不能不断地往后退 当你退到孤独之中 你的人生就完了 你要不断地往前走 构建越来越丰富的关系 我还会有个建议 如果你们三十岁 还没谈过恋爱 去找心理医生 这是一直以来 是我的一个很强的观念 但我们一方面要构建关系 一方面去谈恋爱 但是同时要知道 恋爱或者各种各样的关系 是滋养你的 还是剥削你的 如果是滋养你的 你就好好在这个关系中去发展 当然我们讲的基本滋养 你不能指望每一方面 都是滋养你的 如果是剥削性的关系 你要知道 你要从这里头往后退 如果一个严重剥削性的关系 你带着非常不舒服 毫不犹豫地 结束它 停止它 如果你结束不了它 怎么办 找你的家人 让别人来支持你 或者找专业的心理资讯师 原来 不能理性面对 一时的挫折和失败 是时间感的缺失 而满满的恋爱脑 是没有一个健康的关系感 吴老师的分享告诉我们 既不能活在孤独之中 又不能把情感和时间 用在没有滋养的关系上 我们刚才讲的是关系 接下来讲一个身体 那么讲到身体的话 很多人也觉得 我不整天和我的身体在一起吗 我难道不知道我的身体吗 难道我没有身体感吗 你可能很多人 真的不知道所谓的身体感 身体感就是 你已经非常非常不舒服了 你有感知吗 或者你的头脑和身体 有没有很好的连到一起 其实基本上 每个人也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容易翻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 思维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东西 思维就像孙悟空 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时间空间可以穿越 思维可以无所不能 但是身体呢 身体就像唐僧 你要想去西天取经 你只能一步一步地去走 最多做个白龙马 这就是人生 而且身体体验感觉 是生命的根本 人生就是来用体验的 是不是 你不能总是活在这 当你总是活在这的时候 很容易就成为叫做空想 所以那么你们在大学的时候 在你们年轻的时候 你必须要问问自己 你是不是经常在想着一些 你根本做不了的事情 而且当下你也不去做 你整天就只是在想 那你是在浪费你的生命 你必须去问 你的身体能做什么 你此时此刻能做什么 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 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中 而且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其实你在迷恋 孙悟空的那种感觉 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太厉害了 而让你扎扎实实地 一步一步往前走 你觉得这太没劲了 太没意思了 但是这就是深度关系的开始 深度关系只能身体对身体 才能够构建 而且最初你可能很笨很慢 当你越来越渐入家境 你逐渐地就发现 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假如你在一个事情上 真的能够投入几个小时 专注几个小时 你可能逐渐地能够体会到 一点孙悟空 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的感觉 但是那是在超深度关系中 产生心流的时候 会有的感觉 而不会一开始就会有 而且身体还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部分 身体会告诉你 你是有限的 人生是有限的 身体是有限的 你必须得学习选择 如果没有身体这个东西 你感觉自己是无限的 那会怎么样 你就会瞎做选择 胡乱做选择 如果你知道身体的有限性 你就要知道 你要选择让你身体舒服的人 你要选择让你身体有感觉的事情 而且你要尊重你的身体 不能够让你的身体总是超负荷 所以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那再接下来我讲讲想象 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什么关系 什么叫做想象 想象是这样子的 真正有影响力的想象 是画面性质的 是让你非常有感觉的 你比方说我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会有那么一个图景 有那么一个画面 有那么一个形象在那吸引着你 如果你只是脑袋上说 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 它是一个文字 那么这种想象 好 昨天才给你一个航空的心理学家 我会认识 你这么想它 那当然也会有没有 我感到没有 会得到有什么形象 并不是交通的心理学家 那他们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两个层次 初级思维过程和次级思维过程 初级思维过程它的语言就是图像 次级思维过程它的语言就是文字 六岁之前的孩子经常是活在这个图像之中 我们知道有些孩子照相机记忆 他看一眼 他就能够画出来 为什么 因为孩子活在图像的记忆之中 成年人 大人 你必须进入文字世界 必须进入符号世界 为什么 这个世界如此纷繁复杂 如果你都是照相机翼 你的脑袋就过载了 所以文字 抽象思考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得明白一点 仅仅是文字 是没有生命力的 仅仅是符号系统 是没有价值的 我还建议大家 要特别地去了解 爱因斯坦的思考过程 很多人会认为 爱因斯坦是个 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一定是用 那个符号系统 推导符号系统 最后 推导出来这些 伟大的相对论 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理论 如果你看 爱因斯坦的思考过程 你就发现 爱因斯坦是非常直接的 图像思考 视觉思考 比方他就思考 如果我以光速 就是前行 会发生什么 你看这是一个 视觉性的思考 所以我特别 要跟大家讲的是 你们当问想象的时候 问愿景的时候 都是都有一个图像在那儿 如果没有 那不是你 所以最后 这是展示一些 我的摄影作品 我对摄影 非常深的爱好 这为什么呢 后来我也 逐渐地明白这一点 虽然我今天 给大家讲了 这么一些大道理 就是看起来 好像我不断地说 我有强烈的自主意识 而且在互联网的时代 看起来我是一个 所谓的超级大V 是个超级个体 但其实我也有 严重的问题 这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的脑袋太发达了 所以我深深地感知到 你看我讲到 我的愿景 我的梦想 就是把我的思想完成 你看思想对我来讲 简直是个了不起的东西 但其实这就意味着 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活在这 所以作为一种弥补 我对摄影 有特别深的爱好 而这个爱好 也非常简单 我经常做梦 梦见我在玩摄影 而且有无比 规律辉煌的风景 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把相机拿出来 要拍 结果不是相机坏了 就是镜头坏了 总是拍不下来 这么多年了 应该只有两三次拍下来 所以你看 既然我老做这个梦 我就追随它呗 就是发展了这么一个爱好 最后我想给大家说 虽然你们二十多岁 你们甚至十几岁 但也许再大一点 你们可以做这么一个思考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练习 设想一下 你今天就会死去 你要在你的墓碑上 刻下几个字 来代表你的人生 你会刻下一个 什么样的墓志明 我特别喜欢的是 写红与黑的作者 四趟达 他的墓志明就是 活过 爱过 写过 哇 太棒了 当时我第一次看到 这个练习的时候 我脑海里立马就跳出来几个字 那就是我过去的墓志明 高明的旁观者 我刚刚在广州日报 写心理专业的时候 就是经常有人会这样的感知和猜测 很多人会觉得 我应该是个五六十岁的人 还有很多人会认为 我应该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 就是非常有智慧 人生很坎坷 知道了很多 其实就是 刚在广州日报工作的时候 我还是个年轻人 我刚写心理专业的时候 也不过我三十三岁 但是因为我一直活在这 而且在我的思考之中 我的父母给了我充分的自由 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所以我能够写那些 让很多人会觉得 有点惊世骇俗的书 说一些惊世骇俗的语言 其实不是出一种 我想营造一种结果 而是我怎么想 我就怎么说 就是我的思维是不出现的 但是假如我一直都是这样活着 那我就是一个高明的旁观者 再高明也是虚无的 后来 这也是讲到心理学的魅力 是吧 就是假如我觉得 我经常说 我如果不学心理学 因为我高考的时候 本来还想报 统计大学建筑学系 我当年应该能够考上 统计大学建筑学系 而且如果考上了 以我对我的了解 我会成为一个 很好的建筑师 还正好赶上房地产大潮 是吧 我还能挣点钱 但是可能我就会 活成这个样子 我脸上我觉得 现在还写着 这样几个字 这个老好人 憨厚忠诚老实可靠 但是假如 就是我不学心理学 我觉得我做任何一个部分 我都会成为一个专家 因为我是干一行 爱一行 我对这一点充满信心 但是唯独心理学 我都会成为了解 但是是不学心理学 不是 这些我 可能是課判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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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我个人 我还是我在 想搞 我一直都会 在这席中心理学 我现在抢向 很开心理学 我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